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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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這麼開心 當時創作音樂或唱得這麼開心 為何在93年 路冠廷分明說我不唱 93年? 這個沒有說93年 是96年左右吧 但93年出完那隻碟之後 你就沒有再出專輯 93年出完那隻碟是因為 真的不想蝕別人這麼多錢 李宗盛 他這隻碟 只是製作費95萬 接著宣傳三倍價錢 喂 香港買了萬五張 我真的不要蝕別人 但當時是台灣香港同步出碟 是的 李宗盛每人五首歌 應該就是 但他又製作不切 不知道怎樣 所以那隻碟還未完結 硬有一首歌 還沒做完的 因為要出街 就出來了 但那次經驗給你有什麼啟發呢 當時那隻碟 例如我 插著門就是這樣 為什麼這隻碟 不受落呢 在香港或者台灣 這兩個地方 這個很難說的 你現在聽回 那隻碟是不是不好聽 不是的 你現在聽回 那些歌還可以聽的 很有深度的 很有收藏價值的 但是那時候來講 那些人的取向 賣碟的人的取向 他不買你的碟就不買你的碟 沒有解釋的 那時候是第一隻滾石 想打入香港市場的第一炮 他來找我 我覺得都很開心 李忠勝說 Anytime you ready 你什麼時候可以 就出第二隻 那我聽完就算了 聲光背後有我 盧冠廷 想聽足本訪問 馬上881903.com 節目重溫